这个p50polo256g的 当初发布的时候也是65 65张 现在还只一个22张 说你们安卓才是真正的跳组啊 而且这两台都是新机 一两个粉丝叫阿浩帮忙拿的 这个是p50搭载的是骁龙888处理器 p50polo外观有一个准新机 曲面屏 啊 这个看一下 机团是激活未使用的库存机 这一批机器是 都是激活没有使用 华为p50polo256g 运行内存是8g 这些都是激活没有使用的一个机器 电池效率也 松率看一下 最大容量100%的电池效率 像这种机器呢 我们华强北这边阿浩的渠道已经跌到了一个22张 全新计划位使用 然后这台小米的更是一个跳水滑 发布的时候是3999 现在在华强北直接沦落为备用机 主力机 老年机 这种1000来块钱的机器 目前已经跌到了1499 来看一下外观 外观也是一个激活未使用的一个机器 说那么 8加256g 像老人家的话 拿这种机器是非常的ok 小米12 256gb 的一个内存 如果有使用这种1000元的机器 或者是2000的 别说阿浩不是做苹果 但是安卓也有 只是说的比较少 一般都是 一丝一下 知道吧 如果有使用这种千元机的安卓都可以关注我 我是豪香北阿浩